今年漢光演習F16戰機由華聯空氣基地戰備到進入佳山基地進行戰力保存 侍逢中國近年來對台軍事侵擾不斷 各式軍機起降頻繁 如何維持戰力是關鍵 此時美方正式通知我國政府進行最新一批的對台軍售 美國國務院16號晚間宣布對台軍售空軍開放式零附件修理回運案 內容包含F16 CE30和P3C等美系軍機相關的設備零件修理回運 以及承包商提供的工程技術和後勤支援服務 總價值2.28億美元折合新台幣72.6億 不僅是今年來第四次更是拜登政府第16度對台軍售 美方這次同意供售的航材零附件修理回運 有助於維持我空軍各型機战備以及妥善 外交部也發聲明表達高度欢迎 並且感謝美國政府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 以及六項保證落實對台安全承諾 總統府發言人國雅惠也表示 此次同意公售有助應對中共的常態化灰色地帶侵擾 台灣將持續強化自我防衛以及不對稱作戰能力 這一個軍售案呢提供給台灣空軍各型飛機裝備的修理 修復退運及相關的服務可以說是台美在軍事合作 軍售以及相關裝備的維修正常化而台美這樣的正常化 其實就彰顯了台美軍事安全關係的提升 軍售渴望在一個月後正式生效 而正逢中秋節17號這天 一架美國海軍P8A反潛機 由南往北航經台灣海峽 向世界再次表達美國對台安全承諾 明視新聞林靜莊男明台北報導